所以我们归回最大的动力 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 知道我们的神 圣父圣子圣灵 祂都愿意来医治我们 重建我们 尤其在知道我们的本相 知道我们无能 知道我们败坏之后 祂还是愿意 还是等待着我们归回 还是愿意在这里重建我们 复兴我们 这个就成为我们里面 一个很大的鼓舞 我愿意回来 所以我在这里也是提两个点 这个归回的动力 一个就是神不肯放我们的爱 我在这里就简单的 借着耶利米书第三章 神亲自在这里 对背道的儿女 发出了三个呼召 让我们好像从一个小小的窗户 因为整本圣经关于这样子的 记载跟应许太多了 我只是从耶利米书 第三章这里有三个呼召 对背道儿女的呼召 让我们开了一个小窗户 来看看我们的神 他何等的爱 我们何等盼望 所有远离他 被掳的儿女们 都能够真正归回 了解他的心肠 也能够体会 他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 在这里第一个呼召 十二节 讲到神要宽恕我们 一切的罪念 他说背道的以色列 回来吧 我必不入目看你们 因为我是慈爱的 我必不永远存入 只要承认你的罪念 弟兄姊妹 这是第一个呼召 我也希望 正在听信息的人 不管我们今天 觉得离神多远 我们都可以回来 今天不管我们觉得 做了多少对不起神 对不起人的事情 神都在这里 等候着我们回来 但是关键是 我们需要真正的认罪悔改 不仅仅承认我们的罪念 我们要悔改 要脱离 仇敌在我们身上 所有的工作 还有我们自己 所有所犯的罪 就跟路加福音 那个父亲 从孩子浪子 离开家的第一天 他就天天站在这里 看着路的尽头 怎么出去了一天 还不回来 怎么出去了两天 还不回来 怎么出去了一个月 还没回来 孩子啊 怎么会出去的一年 还没回来 他每一天都在那里等 所以才可能 浪子回来的时候 就看见父亲 远远地看见他 兄姊妹 我们的神 从来没丢弃我们 是我们忘了他 是我们丢弃了他 是仇敌 让我们以为神不要我们 但是神永远在那里 等候我们回头 第二个 他不仅仅要接纳我们 他还要让我们 成为他的罪爱 刚才讲过 他回来 他不要赦免我们的罪 这里讲到 我们回来 他要做我们的丈夫 所以三章十四节说 背道的儿女 回来吧 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 我想一个悔改的人 都渴望能够被人宽恕 能够被重新接纳 那么神在这里 不仅仅表达了 他愿意赦免我们 他愿意接纳我们 他甚至用人和人之间 最亲密的夫妻关系 来表达 他愿意怎样的接纳我们 怎样的爱我们 像丈夫爱心腹一样 那样子的爱我们 弟兄姊妹 这是Amazing Grace 真的是只有他有这个爱 我们要感谢神 第三个 他要医治我们一切背道的病 二十二节他说 你这背道的儿女 回来吧 我要医治你背道的病 神肯赦免我们的过犯 神肯在爱的里面 仍然接纳我们 光这两个 我们已经够感谢 够感动的了 但是何等的感谢主 他说他在这里 要来医治我们背道的病 只有他能够医治我们 只有他能够来转化 transform我们的生命 所以所有被铜蛇咬的 甚至被管教 被审判的 当你只要一望铜蛇 就必得火 所以摩西在旷野 怎样举蛇 人子照样被举起来 一切信他的都得到永生 今天神的儿子 已经为我们被举了 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 他就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 不仅仅在他儿子的宝血底下 我们的罪孽得到赦免 也在他儿子为我们的祷告 是他所组成的救恩里面 我们这些人重新被接纳 有一个荣耀的前途 要成为基督的心腹 同样的在我们 整个人生成长的过程里面 圣灵在这里做 更新变化的工作 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他要医治我们 所有背道的病 第二个 是因为他那永远不改变的旨意 我在这里用了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 这一段的圣经 其实是神在整个人类 这个身上救恩的计划 一个最龙缩版的精华的记载 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教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来的召他们来 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要叫他们得荣耀 我们特别注意在这里讲到 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更多的英文翻译本是告诉我们 就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把我们conform to the image of his son Jesus Christ 要把我们这些人都变成像神儿子一样 这是神整个救恩的计划 他拣选我们 他召我们来 他称我们为义 他在这里圣灵跟万事万物互相的效力 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而最终带领我们进入荣耀 这是神不改变的旨意 历史历代以来 在堕落的人身上 在教会 在选民身上 他都在做这样子的工作 另外一节约翰一书告诉我们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 所以我们要好好读主的话 知道神的计划 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对我们新约的子民来说 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 神不仅仅赦免我们 祂要救我们 祂更把祂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成为我们的生命 然后借着万事互相效力 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 不住转化的工作 让我们可以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而且有一天当教会 当基督的心腹预备好的时候 新天新地要降临 基督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 所以我们的神是一直往前的神 神的旨意永远不会失败的 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 如果我们今天觉得这些离我们很远 或是我们没有真实的进入 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求神要有一个不甘心 要求神把我们带到一个这么伟大的计划里面 不要被仇敌用任何的诡计来掳掠我们 不要让我们被淘汰 更是要不甘心活在任何方式的被掳 或被仇敌下至的光景里面 这是我们的盼望 所以我们真的要不甘心 不光我们看见他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 而且也是因着他那个永远不失败 荣耀的旨意要成就 所以让我们里面产生了一个归毁的动力 我要回家 我不愿意在这里继续在猪坠里面待了 我富家口粮有余 我何必在这里过这样子的生活 我多亏了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